瞎子一算舅舅下个礼拜的今天就回洛杉矶了 我的好日子 不是我的苦日子从此也就到头了 那要回来之前怎么不得特意准备一下 说朋友给舅舅捎了点礼物 怎么还特意准备呢 这仓库你剩哪的破碗你自己捡回来了吗 哎哎啥话你都王叔叔 你还是太年轻了 特意准备跟捡回来的破碗明明是一样东西对不对 但体验出来的价值感就是不一样 不过同时我也误出了个道理 充分说明了咱俩的工作不一样 你是开卡车公司的搭货的对不对 我是开礼品公司的卖货 知道这里边的区别吗 知道吗 你都王了我就开好好的吗 不是这个区别 我是想说呀 同样一样的产品 在你那它就是货 在我这赋予感情以后就变成了礼品 我又不能说了回家吃饭去了 我也回家吃饭去了 回家了哈 投手给舅舅顺来的三样礼物哈 这个是朋友特意要拿的 说是要给我个惊喜 刚才那哥们是开卡的公司的哈 他跟我讲啊 有的时候莫名其妙 那仓库里叫个来就发现这些零零三展的东西 到时候也没人要也不知道哪来的 这不也是借此机会给舅舅选点礼物吗 对吧 第二呢啊 这是特意给他选的 选了个电脑主板 众所揍之舅舅特别反对我玩游戏哈 我认为呢 这件事不是他的错 也不是我的错 主要归言语哈 他根本就不了解打游戏的乐趣 那我就送给他一块主板 以他不爱浪费的风格呢 他应该自己会拼装一个完整版的 有了自己的代表呢 以后就能一起玩游戏了哈 第二件礼物呢 我也没看懂是啥 反正就是挺老陈的 我就给拿回来了 这里边反正是什么电子产品 这玩意包的那么仔细干啥呢 诶 误会了 这好像是个什么玩意的 光这么看你们能觉得这是个啥 打死我都没有想到 它是一把菜刀 而且是一个长相如此奇怪的菜刀 扯呢吧 这是手办吧 同学们谁能拿它做菜啊 这也太奇怪了 看了说明说 这确实是把菜刀 不会不会 这这这这 怎么会有菜刀是这个颜色的 太大了也不趁手啊 有没有一种美国大夫妇的感觉 算一下 要不然明天再开 真要黑了 我要打个气去 拜拜同学们